接下來我們看一個非常簡單的例題 他說有個車子原來靜止 然後呢 50秒內加速到每秒10公尺加速多少 很簡單嘛 就第二條一條V嘛 花多少時間 改變有多少 計時開始速度1 計時結束速度2 計時開始時間0 速度0 計時結束10秒鐘速度10 所以上面10點0 下面10點0 可以出來變成多少 1 簡單小問題 小試一抓 YES 就用這個算方法 我們就請你算 這個圖 開始的時候速度是10 2秒後速度變成12.5 請問你 它的加速度 它的加速度有多少 很簡單的小問題 就一樣ΔTΔV就可以了 跟剛才是一樣 好 請問 這是幾號 NO.1 喔24 1號 1號 3 4 1號 1號 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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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號 1.25,0.25都要怎麼25啊? 1.25,請坐喔 很容易就是 DIT,DIT,V,末數減輸數 末數是12.5,輸數是10 花了時間兩秒鐘 所以就是DIT,DIT,V,末數減輸數 然後處理時間 然後2分是12.5-10 所以答案叫做1.25 所以答案就1.25解決掉 但是我們的重點不再講這個1.25 我們要講的是這件事 我們算出來是正值 正值的時候就代表速度跟加速度同方向 這裡是先假設我們的速度是正方向 所以速度是正方向加速度算出來是正值 就表示我的速度跟加速度是同方向 因為速度跟加速度同方向 所以我的速度就會越來越大 所以它原來是10 會變成12.5 變成12.5 所以我們要告訴你 我們算出來的加速度如果是正值 就代表加速度跟速度同方向 那麼它就會速度就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要講的是這件事 那同樣的呢 同樣的簡單的算法 我們去算 計時開始的時候是每秒10公尺 10秒之後靜止是0 這個時候它的加速度是有多少呢 它的加速度是有多少呢 我們要找一個帥哥 這裡有帥哥三四 多少呢 這也要問人喔 好 一樣 DELTA T DELTA V 要知道末數跟輸數 表圖上顯示 末數是0 輸數是10 花的時間叫做10秒鐘 所以帶進去DELTA T DELTA V DELTA V 然後呢 換出來呢 就-1 換出來就是-1 OK 所以呢 這個 這個 這邊有個符號錯了 應該不是V bar 應該寫成A bar 因為V是速度 A才是加速度 不過沒關係 就知道就好了 所以是-1 一樣 我們的重點不在這個-1 重點是要強調 你算出來的加速度如果是負值 代表的是加速度跟速度是反方向 反方向 我們在考試的時候 我們在寫加速度跟速度 我們很少寫什麼向東向西 向南向北 包括只有什麼正號跟負號 代表的是方向 正號代表的是方向 負號表示 加速度跟速度是反方向 那我們的速度會越來越小 所以原來有10 會變成0 所以就這個結論 就這個結論 加速度是正直 表示速度跟加速度同方向 速度就會越來越快 速度就會越來越快 那如果 我們算出來的加速度是負值 就表示速度跟加速度是反方向 我們的速度就會越來越慢 越來越慢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事 但是是一個重要的觀念 未來呢 未來呢 會跟它一切都 事情都跟它有關係 那還有一種狀況 我們國中生幾乎不會碰到 叫做 加速度如果跟速度是垂直的時候 它會改變我們速度的方向 但是呢 基本上不會改變那個 這個原來就跟它垂直的那個 垂直的那個速度的大小 好 跟它垂直方向的那個速度 它不會變 但是它的整個運動方向會變 一個是我們會教到的 叫做圓周運動 它要受一個向心力 這個向心力是會跟速度垂直 所以加速度會跟速度垂直 所以改變方向會全到一個圓 還有就旁邊那個水瓶凹色是國中不會教的 就是你水瓶會把東西丟出去 然後它會走一個彎彎的線 彎彎的線 這個是我們國中沒有教的 但是重點就是 如果我的速度跟加速度同方向 速度就會越來越快 速度跟加速度如果是反方向 速度就會越來越慢 假如加速度跟速度互相垂直 會改變運動的方向 但是基本上不會改變 原來跟它垂直的那個速度的大小 就是我們要請你理解的事情 我講過後面有一些東西 會跟它有關 你要記住 這就是我們跟各位談到 加速度的正號跟負號的部分 OK